台湾要发展经济缺电是个大问题 那么行政院长赖清德知道 用爱是发不了电的 现在呢要靠全民屋顶来发电 那么民众在屋顶加装太阳能板 政府补助四成的建制费用 但是这也受限于天气 还有你的荷包够不够深 在社区或住家顶楼设置太阳能板 是现在低碳环保的趋势 蔡政府立平2025非和家园 号召全民一起来打造绿能屋顶 行政院推绿能屋顶 鼓励民众装太阳能板发电 政府补助四成费用 更松绑法规 高度4.5公尺以下 免申请建造 自己的电自己发 考虑能屋顶解决缺电难度很高 太阳能板1K瓦相当三平大小 就要五六万块 如果是30平的透天座 架设费用上看五六十万 扣掉政府补助四成 还是要自掏腰包超过30万 以三重三的活动中心的顶楼为例 这边大概有100片的太阳能板 一年可以发电3480度 省下一万七的电费 可是当初一片失作两万块 等于全部加起来 花了两百万 大概要117年才能回本 没太阳就不能发电 完全看天吃饭 发电量也不稳定 经济部喊出目标 2020发电量达300万千瓦 等于需要900万平的太阳能板 想靠蚂蚁熊兵解决缺电 用全民屋顶来发电 打造非核家园 先挑战全民荷包的深度 记者陈虚 邵玉敏 台北报道